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一个问题 关系稳定了之后 对方好像对你的感情越来越淡 你都不知道为什么 其实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你不知道 一些男女心理学的现象 只要你明白了这些男女心理学的现象 你就可以和对方维持关系 令对方越来越爱你 想不想知道呢? 不要走开了 Hello Hello 大家好 我是龙震天 欢迎收听收听龙震天频道 这条短片主力跟你讲解 怎样是一段关系可以维持稳定 令对方一直保持温度 继续爱你 在短片开始之前 我们先来cross check 我给你两个like 你也给一个手指公给我 作为对我短片的鼓励 我的死忠粉丝记得留言 告诉我你有进过来这条短片 告诉我你有看过有什么问题 随便发问我都会解答你的问题 分享给你的朋友 令到你这条短片运算逻辑 可以推广这条短片给更多 需要这条短片的朋友 第一次进来 记得订阅我这个频道 否则短片走了 你看不回了 旁边的小铃铛按响区 为什么呢? 我逢星期四会出新片 主力和你分享一些 男女感情技巧 感情个案分析 改思改文 办公室政治 语言技巧 沟通技巧 做人道理等等 如果你不想错过这些有用的短片 令你人生有进步 就一定要订阅我这个频道 好了 去到今天短片的主题 你怎样可以令到对方 一路跟你维持一个良好的关系 我有很多的客人 他跟我做感情咨询 上到来的时候 他们都会面对同样的问题 就是一段关系确认了 但是很微妙的变化 随着时间的过去 感情越来越淡 但又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其实只不过是 你不知道一些 男女心理学的一些现象 我们在这条短片 我跟你否析五样最重要的东西 你知道之后 你就可以在感情一路都保持温度 令到对方越来越爱你了 第一个重点 你一定要满足对方的生理需求 我们一定要知道 男人基本的生理需求是什么呢 就是他控制不到 他与生俱来是需要的 那里面包括什么呢 包括一些男女关系 颈壳要饮水 肚饿要吃东西 眼睡要睡觉 又或者他很热 不断出汗 他需要去一个凉快的地方等等 这些都是男人的基本生理需求 但是有很多女生 他没有留意到这些男人的生理需求 不知道对方是需要这些东西 满足不了对方 久而久之 就是一个潜意识 令到男人会有一个负面印象 会跟你一起 就满足不了他这些需求 他跟你的距离 就会越来越远 对你的爱 就会越来越不积极 所以在这方面 一定要满足他 在我的王牌课程 爱情五十天条 入面五十号天条 都是讲一些男女的爱情的游戏规则 其中也有很多 都是讲解这一部分 如何去满足对方的需求 令对方越来越爱你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参加过这个课程 如果没有参加 你都可以去留意一下 好了 去到第二点 我们满足了对方的生理需求 心理需求 我们一样要满足到对方 男生有什么的心理需求 其实不外乎三大重点 就是什么呢 英雄主义 所以你一定要好好学习良好的赞美技巧 赞美技巧包括什么 第一要赞美对方 第二赞美对方什么事情 第三你赞美的事情 和对方优良的特质有什么好处 我赞美对方 哇 John 你好聰明 然后赞美对方 什么事 为什么他聰明 好啊 你帮我拿了一袋东西 第三 他帮你拿一袋东西 和他优良的特质有什么好处 你观察力很强 我说些东西 你全部都记得 你个人很细心 这样就是一个完美的赞美 令到男生在你身上得到肯定 满足了他的英雄主义 他自然和你的关系 就会是好的了 另外尊重和重视 最常见 我经常都说的 就是怎么样 你一定要对洞洞 你看我之前的短片 我也有说过 什么叫对洞洞 就是男生他说过一件事 你也有一个答案给对方 其实就是告诉对方 你有听到对方的东西 你有重视对方的问题 而你的回复 你的反应 就是告诉对方 你这一件事 有很多时候 有一些女生 她可能是比较真诚 或者比较随便 不注重这些 我明明听到 聋的都听到 那就毫无反应 变了给那个男生 感觉很没忍 很没趣 久而久之 和他距离越来越远 因为他潜意识 他就会和他说 这个会不会是一个不适合的人 当他心中充满疑惑的时候 假以示日 那个关系慢慢就会疏离 举例 那个男生花样 整个下午 砌好一副模型 他会告诉你 Merry你看看 我砌了一副模型 真是很难砌 这副模型 那你会怎样 你可以赞美它 你可以留意 你可以尊重重视 当然 你可能对那个模型 不是那么大兴趣 但你都可以假意和他聊两句 很有心机 很难砌 砌了多久 中间你怎样 你怎样可以做 你其实问几句便可以 这个便填了 满足了男生的心理 但有些人会怎样 看都没看 你喝汤 洗澡 明天怎样 更加差一点 就会直接说一些负面的说话 你先掃地 你都没有掃完 妻无形 你不能够期望这样 而令那个男生越来越爱你 这样 人的想法 其实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我有很多客人都是这样 永远都不明白 为什么对方的伴侣 关系越来越疏离 其实就是他没有做到一个 尊重和重视对方 最重要的重点 你一定要记住 尊重和重视 不是用你的脑子想出来 人家不会知道你心想什么 你是要由那个行动和说话 表现出来 你要很清楚 我尊重重视他 因为我做过些什么 因为我说过些什么 很实质 还是 我很尊重重视他 我做过些什么 什么 我心没有说 你不要这样 你一定要有一些实质的东西 证明你是尊重和重视对方 这是很重要的 第三个很重要 等价交换 在我的王牌课程 爱情五十天条 我都强调等价交换的道理 详细 你可以去我爱情五十天条 看 但我在这里 都可以简单跟你说 等价交换 基本原理是什么 大家都要各取所需 才会有一个良好的关系 感性的人最擅长 是自私自利 只是顾自己 他只是想看对方 对自己如何好 但他从来没有半点脑袋去想像 他如何对对方好 你要那个男生和你的关系好 中间有些原因 没有没有就是你很照顾他 你很温柔 你挑通眼眉 你有同理心 你减少他的麻烦 这些都是等价交换 我部分的客人 当稳定了关系之后 他就想当然 以为对方一生都会爱自己 无论自己做得怎样差 对方都是爱自己 在现实生活根本是不成立 有的只不过是自己的 脑海的歪曲逻辑 所以在一段关系开始之后 你见到对方对你好 你一定要不时 你都要客观审视自己 你有什么对对方好 而令到对方有停下来 跟你一起谈情的理由 所以你脑海一定要很清晰 有这个等价交换 女性有什么可以等价交换 主要分为外表和内在 开头三回到半年 外表比较重要 可能你的样貌和身材吸引对方 但我们这里说的不是这些 三回至半年感情稳定期之后 你的内在美就很重要了 我是重问 内在美有什么要点 七样东西 温柔体贴 照顾细心 同理心 观察力 和情绪控制 这七样东西都是很重要 你能够在这七样东西 拿到一些很高的分数 你的伴侣和你的关系 自然就会稳定 它就不会和你疏离了 好了 来到第四点 就是刻意打扮 我有很多客人都忽略了这一样东西 同一个对象 谈情开始之后 就吊耳轻心 不用打扮了 有些人结婚之后 我化妆都是给我老公一个人看的 到最后就没有化妆了 就直接出街都不化妆 因为他觉得他不需要应酬任何人 其实不是的 你的刻意打扮 其实是你的运气 当然我们不用打扮花枝招展 因为你的感情都稳定了 不是说开头约会的时间 但你起码都好像一部车 一般都要保养 每年都要保养一下 基本的化妆 每天15分钟 30分钟 你都可以留意一下自己的妆容 自己的打扮 再细心一点 留意一下自己的身形 保持着简单的运动 我不用说要你 即是22寸腰 21寸腰 不用的 但起码都要保持着 一个基本的身形 令到你的伴侣 都对你的外表 有一个基本的兴趣 这一件事很重要 但我有部分的客人 就忽略了 在我免费的课程中 17个重点 让你成为桃花万人迷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参加过 如果你没有参加过 那就是太可惜了 因为这个免费课程 17个重点 让你成为桃花万人迷 里面我很清楚地讲解 刻意打扮的重要性 再好一点 我另外有一个王牌的课程 就是戀外沟通桃花术 谈谈约会时间 如何拿捏 当中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刻意打扮 你都可以留意我这两个课程 里面都会讲解 打扮的重要性 如何刻意打扮 去提升自己的外表 去吸引对方 好了 到最后一点 亦都是很重要的一点 我们稳定的关系 我们需要控心术 说到控心术 我有两个控心术的课程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参加过 分别就是爱情心理学 控心术 以及男女沟通 控心术 控心术原理是什么 我们跟别人沟通 我们不是跟对方显意识沟通 不懂思考的人 就会不停在显意识沟通 制造矛盾 吵架 情绪 发脾气 这些事情不是自己心中所想 就硬来 结果引起冲突 懂得控心术的人 表面一定是令对方舒服同意 一定是运用语言技巧 绕过对方的显意识 进入对方的潜意识 在潜意识里面 你就可以为所欲为 你做什么都可以 帮他重塑他的潜意识 令对方做你想他做的事 我们要对方听命于自己 我们一定要有方法 如果你没有方法 你的感情只会越来越差 因为日常不停情绪 吵架 矛盾 对方久而久之没有心思 到慢慢 就会变成一个消极的态度 不跟你沟通 这个时候感性人 就会假扮奇怪 咦? 为什么我经常打他 发皮你骂他 为什么他不会笑着对我 你真的不要笑 我很多客人都会想这些问题 你想心一层 完全都不合逻辑 现实当然不会发生 所以 你一定要好好学好这个控心术 一定要入对方的潜意识 跟对方潜意识溝通 在不引起矛盾情况之下 令到对方同意你想他同意的东西 对方就自然做着你想他做的东西 男女之间相处很重要 开头外表吸引 但三个月到半年感情稳定期 你一定要记住 就是大家的价值观 生活习惯 想法 你怎样跟对方沟通相处 这些就是最重要的了 所以 好好留意以上五个重点 你的伴侣和你的感情 就会稳如泰山 好,短片到这里差不多了 再继续一次 两个赞给你了 看到这里 学了非常有用的知识 你都给一个赞给我 作为对我的奖励 要留言 告诉我 你来过 有问题问我 分享给你的朋友 令到这个短片的运算逻辑得 而推广这条短片 给更多有用的人 形式 第一次进来的朋友 短片走了 见不回 快点点订阅这个按钮 旁边的小铃铛 逢星期四出片 改思改运 感情技巧 个案分析 办公室政治 溝通技巧 做人的一些道理 你每一个星期 你都会听到 对你人生有进步的影片 好了 短片到这里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下条短片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